电线杆起火狂烧 小旁人到场涉水抢救 想不到下一秒 碰一声瞬间巨大爆裂 熊熊火石伴随震动 吓坏所有人 换个角度 只见原本朝旁边瞄准的水柱 疑似风吹喷溅 顿时水火同炸电线杆 爆炸火花掉满地 洒水赶快停止 但金灵旁边的店家 早已被吓到 魂都要飞了 爆很大声这样 火花很多这样 四四一烧去 第二处再爆一处这样 十九号下午三点多 新庄民安西路电杆 疑似因为鸟泪竹炒短路起火 七百九十四户大停电三个小时 消防人到场涉水 没想到酿成绝缘艾子 接地爆炸 救援过程究竟又没有问题 没有征询我们相关同仁的意见 到达现场以后 他已经杀水完毕了 在电的状况之下 我们是不建议杀水的 救灾的过程当当然是 防止人命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受到损害为第一优先 所以通常第一时间去做这个防护 他不是设电线改 他是防护这个 可能会被延烧的起火 台电认为消防涉水 应该先等他们断电 但消防则是以不以延烧住宅为优先考量 电杆期货究竟该怎么权衡处置 恐怕人得沟通清楚把损害最小化 记者杨洁黄玉兰新闻时报道